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在未来的十天里 两千多名全国政协委员 将围绕关系国际民生的重大问题 积极建言宪策 参政履职 出席开幕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 习近平 李克强 栗战书 汪洋 王沪宁 赵乐际 韩正 王岐山等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 汪洋代表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向大会做工作报告 汪洋说 2018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政协全国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全面贯彻中共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 坚持继承和创新有机结合 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在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上 双向发力 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全国政协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 紧扣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 围绕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 六位副主席带队赴深度贫困地区深入调研 针对污染防治问题 组织委员赴14个省区市专题调研 着眼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与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企业等深入座谈 召开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体系专题协商会 提出建议 聚焦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就提振民营企业信心 放宽市场准入 缓解融资难等持续建言 推动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落地建效 紧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就三农工作队伍建设 农村产业转型升级等调研异政 围绕经经济协同发展 长江经济带发展等考察建言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在谈到今年的主要任务时 汪洋指出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人民政协也将迎来70华旦 做好今年政协工作 必须讲政治 顾大局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适应时和事的变化 增强难和优的意识 把握稳的要义 强化静的措施 要坚持把学习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为重中之重 把理论学习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及时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贯彻中共中央 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等重要决策部署 要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 议政建议 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的关键问题 重大问题 努力形成一批高质量建议成果 要进一步加强团结联谊工作 拓展同党外知识分子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交往渠道 要为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贡献智慧和力量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要扎实抓好政协自身建设 组织开展庆祝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活动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把人民政协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汪洋强调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 人民政协必须服务大局 维护大局 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 在履行职能中 凝聚人心 凝聚共识 凝聚智慧 凝聚力量 齐心协力 共襄伟业 汪洋最后说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中共中央周围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万众一心 奋发进取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乘着新时代的浩荡东风 34个界别 200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齐聚北京 两会时间再度开启 抓住新机遇 共谋新发展 我们期待委员们积极义政建言 以屡职尽责的实际行动 迎接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和人民政协七十华旦 特派记者北京报道